8月8日,有粉丝分享了网络上路人,对TX Boys组合的评价,引发了粉丝们的热议。 从这篇评价中,可以看出如今TX Boys三小时的路人好感非常高。 大家对这个偶像组合早已改观,从刚出道时经历全王朝,到如今出道五周年用实力证明自己,TX Boys组合一次又一次书写了历史。 2018年,由于各类选秀节目的大热,男团市场净鸿与宝盒,但是依然无法撼动TX Boys的地位。 他们依然站在神坛上,各类型偶像男团的出现,不光对他们的冲击不大,甚至还在无形中帮他们刷了一波路人好感。 看到一些画着妖艳浓装的男团,许多路人都表示还是喜欢TX Boys这样干净,清爽的组合,久而久之,成为家律户晓的组合。 称作国内第一男团也毫不夸张,似乎很多人都觉得TX Boys非常幸运,甚至称得上天选之字。 但是在这篇评价中,这位网友确认为TX Boys不是奇迹孕语的,他们就是奇迹本身,对于这样略为夸张的定论。 但网友也给出了自己相对客观公正的解释。 首先,TX Boys真的很神奇,出道时拥有40分的公司,50分的实力,60分的长相,70分的粉丝,120分的黑粉。 然而在现实地利人和下,他们扭转了局势。 如今,他们是40分的公司,50分的黑粉,85分的综合实力,90分的长相,120分的商业价值。 每涨外也许是运气好,但是综合实力的提高,绝对靠的是努力。 公司是先天不足,但是金子迟早会发光。 假货负责你的古董,从有一天会被发掘出来。 其次,TX Boys现在的状态非常好,组合13小时的金字招牌,个人道路平坛,不光被央视看中,而且还有前辈们的提携,未来一片光明。 而且三人年纪还小,就算是年纪最大的王俊凯也未满19,年轻就是资本,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 在95后小声中,TF Boys三人早已一起绝尘,最后,他们自身的不断努力,和粉丝们始终如意,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。 作为第一代养成戏国家,他们的成长无疑奠定了一个新的造星方式,他们影响了90后,00后,甚至10后,TF Boys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。 帝国三子是流量时代,绕不过去的话题,该方有称TF Boys组合为前五古人。 然而之后十年也不会再有来者,刑价虽高,但是他们绝对担当得起,陪伴着TF Boys三小吃一路成长的粉丝, 我们看到路人的高度评价后都非常感动,也非常赞同这个说法,追养成戏口像就像买鼓跳, 选对TF Boys这只朝阳鼓的粉丝们都非常骄傲,表示,嘴角忍不住上扬,确实。